妈妈同郎 某条村的边缘有间屋仔 有只鳄狼一大早就在那里附近徘徊 找落手的目标 他找着的时候 听到个小孩的哭声 由屋里面传了出来 跟着他听到个妈妈这样说 嘶 不要再吵了 再哭我就拿你去喂狼的了 狄狼听他这样说虽然觉得出奇 但是一想到就来有好东西吃 就开心到直接停在开着的窗下面等 随时准备拿餐 虽然个小孩一直没停过扭机 但是狄狼等了整天都还没有东西吃 等到天就来黑的时候 狄狼再听到个妈妈的声音 他抱着个宝宝坐在窗边 唱歌和他睡觉 好乖哦 狼狼不会来捉你的了 有爹地看着他怎么捉到你啊 他敢走近的话 爹地一定会杀了他 他刚刚才说完 那个爸爸已经走到来附近 近到看得到房子了 如果不是狼反应够快 那些狗已经不会放他走了 不要相信人说的东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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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